國民大會 歡迎收看國民大會 我是余美人 今天要為您介紹的是富豪爭霸 它是怎麼崛起的 我們會談到是郭台銘 它現在的一條龍的生產線 即將獨霸全球 第二個 馬雲當年是100塊的月薪 如今做到是什麼樣的程度 還有你說年輕人沒有機會嗎 大陸80後的富豪又是怎麼崛起的 我們分三個方面來跟您討論 首先第一位 他也是曾經是富豪 OK 而且他現在有錢到種菜了 傑迷 在說我嗎 是啊 在說我嗎 大家好 我是傑迷 我有種菜但我不是富豪 好 葉莉 大家好 好 還有青黃 美人姐好 大家好 好 還有我們的賴老師 美人好 大家好 好 劍欣 美人姐好 大家好 看一下新聞畫面 被郭台銘買下的日本夏普 準備在2018年推出8K電視 不過他們在日本的業績 已經搶先翻身 我們在日本的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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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夏普員工 頭戴並行布條 嘴上高呼口號 因為年末商戰 是他們尋求 鼓底翻身的大好機會 夏普在今年主打的 無水鍋是這一款 裡頭轉動食材用的攪拌器 其實來自鴻海的技術合作 鴻海的技術給了夏普家電 新的創意 夏普董事長 夏普董事長戴正吳的自信 反映在股價上頭 被鴻海收購前夕 夏普股價來到低點89塊 但現在已經反彈回250塊 這頗年末商戰 日本消費者顯然給了新生夏普 及格的分數 好 問一下青皇 鴻海又加碼投資嗎 對 就是說 郭守正跟郭台銘 他們附資兩個加碼投資 在夏普的那個面板廠 就是那個時代廠借工廠 因為借工廠 它其實跟夏普又不太一樣 它是獨立的一家公司叫SDP 所以他們花了大概145億台幣 加碼這個借工廠 等於持股它現在 大概是差不多53% 所以當初那個錢是買 只買夏普 現在在140幾億再買這一家 對 在增加對這個借工廠的持股 那所以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你知道郭董今年讓大家 整個市場最嚇一跳的事情就是 前面是買了夏普對不對 後面大家看到郭董 另外一件讓大家嚇一跳的事情 就在去年他所做的 除了買夏普之外 另外一件讓大家嚇一跳的事情就是 他既然說夏普的高階面板 不出貨給三星 為什麼不出貨你知道嗎 他說以前你們三星 給我買的面板都太便宜了 沒關係 那我自己做 我自己做什麼 做電視 所以後來郭台銘在佈局 就用夏普的白色家電的品牌 去賣夏普的電視 那你知道他賣電視 而且後來郭董加碼在行銷上面 所以他後來在中國市場 在賣夏普電視的時候 賣得非常的靈活 比如說他怎麼賣 他說我今天去跟建商合作 那以後你消費者來 這個60吋的電視放在客廳 40吋的電視讓你放房間 就配兩台給你對不對 後來又在那個所謂的雙十一的時候 他也來賣電視 而且是買一送一 買一台70吋的4K電視 再加送一台60吋的4K電視 很划算 售價是多少呢 售價折合台幣大概是6萬多塊錢 所以非常的划算 所以你會發現 郭董現在把重新 他不再像過去 只重視所謂的代工而已 他把重新拉回來 我開始要做品牌 我開始要做品牌 而且我搭著夏普的品牌 我要繼續做 所以這件事情對三星 郭董以前都說要抗函對不對 要對三星這個 我們說叫復仇記 因為他以前的群創 被三星整過 所以你會發現 在郭董的佈局裡面 這次他打得非常的成功 因為三星其實我們知道他去年是賺錢的 去年他賺錢的獲利很大一部分是 半導體的部門 跟他做電視的部門 你看郭董現在就直接 踩著你的電視部門進去 我就是要做你的面板 而且現在三星還有另外一件事很緊張 是什麼你知道嗎 過去做偶類的面板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今年的iPhone 有可能會是用偶類的面板 而且他可以做成曲面 對 做成曲面 對 然後最重要的是這個偶類的面板 你知道一旦曲面之後 他的靈活就 他的可能性會非常的高 對 他的可能性會非常的高 那過去偶類的技術 我們都知道其實就是掌握在 LG跟Samsung的手上 那幾乎全世界就他們這兩家在做 可是當郭董說他的Shop 也要進軍偶類的時候 大家就等著看 因為這件事情有可能會衝擊到 三星跟LG 所以你就知道 當郭董買了Shop之後 他幾乎是如虎添翼 因為他直接過去 我們都知道台廠其實 做品牌不容易成功 過去有名的台廠 在科技業做成功就是雙A ASUS跟ASER 可是郭董現在拿到品牌之後 他不再像過去樣子 固守在代工的領域 他直接切入品牌領域 他去做終端的產品 我去賣電視 可是郭董的大局 難道只有賣電視這一項嗎 不只 大家忽略一件事情 郭董之前也買了什麼 郭董之前用了3.3億美金 取得Nokia的功能型手機的授權 所以大家忽略了這件事情 郭董其實另外一個佈局 其實要透過Nokia這個品牌 去賣功能性的手機 所以你就會發現 郭董現在已經是從 過去的代工廠 我們想像中那種代工的角色 跨進去品牌的路線 而且走的是一條龍 對 所以由上游到下游 他幾乎全部都可以做 那聞一下這個豔利 為什麼他可以丟得起 三星這個客戶 因為他胸有成竹 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大客戶 那他自己要發展所謂的一個電視的自由品牌 所以他其實自己都經過沙盤推演 丟掉三星這個大客戶 他非常的 郭台銘非常的 講難聽一點 非常的屌我覺得 他跟三星說我賣你 可是價格漲一倍 我不是不賣你 三星又不是笨蛋 你漲我價格一倍 就是表示你不賣我 好 事實上 郭台銘先生 我認為他應該是過去這一年以來 美 中 日 印 這四個國家都在積極拉攏的一個國家 這位人物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好 話說回來 郭台銘先生現在走路非常有風 但事實上他進軍改造SHOP260天 確實做了很多很多的一個事情 我們一一來幫大家做一個說明 第一個 奪回 失土 對 所謂的一個失土就是說 事實上之前SHOP他的資金 是比較緊俏的時候 他把他們的KIGA儲給賣掉了 可是郭台銘大家都知道他很虔誠的 他信風水的 他拜關公的 他覺得說KIGA儲 我們當年就是靠這個KIGA儲 我們有那麼多的一個創新技術的研發 所以KIGA儲要想辦法買回來 所以他花了139億日元賣回 現在夏浦總部的一個填邊大樓 好 第二件事情 這是郭台銘最厲害的 成本控管 也就是說不管是出差費 或者是機票錢或者是相關的餐飲費用等等 通常都要 都一律要cost down 包括東京的總公司 從12層樓縮減為3層樓 而且要廢止所謂的一個東京的一個支社 甚至郭台銘先生 他的這個後來任命了 就是所謂的一個戴政務先生 當SHOP的社長 那待會其他來賓會補充 戴政務也一樣是非常非常的一個節儉 那郭台銘先生 大家都知道他有個私人費記對不對 可能很多官員朋友就覺得說 那私人飛機不就是到處遊山玩水嗎 沒有 他的私人飛機 九成以上的時間都在進行公務 甚至郭台銘先生他會覺得說 如果今天私人飛機要飛到哪裡去 上面還有位子沒有坐滿 太浪費 立刻摳主管來把它填滿 好 那縮減人士部分 因為一趟的油錢那麼貴 對啊 而且反正都是要出去嘛 大家一起來坐 那縮減人士的部分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 這個高階主管你去哪邊出餐 那以前SHOP的狀況是 中高階主管你可以住五星期飯店 你可以坐商務艙 現在不行 現在幾乎都是要重解 那裁員的部分呢 現在傳出來是全球至少要裁員是7000人 但是鴻海的部分有另外一種說法 他說不好意思 我們這個不叫裁員 我們叫優化人才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我們整體的人力 數字能夠進一步提升 我們認同嘛 小股東也都認同 那獎勵人心的部分呢 就是因為之前SHOP的獲利都不太好 所以他在這個減薪呢 還是繼續的一個實施 那也有一些這個 其他的福利也有縮減 可是這個郭海明先入主之後 他們就認為說 優秀的員工我們還是要給他鼓勵啊 所以恢復了一個所謂的 冬季獎金的一個制度 還有另外一個 我覺得最厲害的地方是呢 郭海明先生他規定 鴻海所有事業群的主管 每個人都要認養一個所謂SHOP的產品 這個叫認養計畫 幹嘛要認養呢 就是大家都要去思考 每一個SHOP的產品到底要怎麼樣進一步 讓他的一個開發能力變得更好 技術能力變得更好 同時成本更下降 聽說現在每個事業群的主管壓力都很大 不過我想問一下 這個鴻海入主之後呢 果然他的股價是翻上來的 對不對 整個感覺這個企業本來是一片死急 然後現在的活力充滿 那問一下 他派的這個社長是什麼背景 說真的 如果還沒有這個夏浦事件 我們還真不知道有戴政吳這號人物 是 我們在鴻海集團裡面 所知道就是郭台銘 除了郭台銘之外 還是知道郭台銘 當然過去有一些精英分子 曾經有冒出頭來 媒體有些報導 但是真的不知道戴政吳這個人 而且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戴政吳其實 在郭台銘旁邊已經30年了 甚至這樣講白了 鴻海的成長的軌跡是有戴政吳 所以可以看出來他的個性 就如外媒所說的 他就是一個非常安靜 沒有聲音的人 他就是默默的在這個 郭台銘做好他的老二哲學 不要小看他 事實上他年輕的時候 就已經在日本做過實習生 在一家半條公司 所以他的日文非常非常的好 那一次為什麼他可以到日本做實驗室 因為他原本在台灣 一家大型的電機場裡面 就做了一個所謂的低階的員工 就類似小主管 所以他曾經基礎工程師 所以他去了日本 所以他對日本的文化 是超過想像的瞭解 而且剛才因為這個美人 你講到骨架 事實上最近在日本最大的消息 是什麼你知道嗎 是Sharp的骨架 已經贏過東芝了 東芝 對 Toshiba Toshiba也是我們說白色家電 早期在講白色家電的時候 家裡都會有一兩個Toshiba的 對 早期 早期在講白色家電的時候 其次就是講Toshiba Toshiba在日本是非常老字號的 家電廠商 台灣也是 我記得以前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們就會買Toshiba的一些 無線手機 無線的室內電話 一些小家電 那時候看到Toshiba就很有信心 最近最大的消息是 Sharp的骨架贏過Toshiba了 你就可以知道 他們給日本的 多振奮人心 事實上是震撼了整個日本 各個媒體跟我們說大型的財團 才知道原來Sharp這麼厲害 這個人到底做了什麼 可以做這麼厲害 我們這麼說 他到底做什麼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他不知心 他做這一次的這個 就是我們說的 這一次Sharp的社長 就是董事長 他不知心 當然他原本 這個鴻海就給他薪水 可是不知心是一回事 第二件事他直接批判 以前Sharp的這些老闆們 叫做富二代 我們知道富二代最大的特色 就是有擁有四五十部 這個很好的車子 這樣信航倒掉之類的 叫富二代 現在說以前這些管理階層 只光生活開銷 就可以花掉超過一億人民幣 公司 花公司的錢 公司的錢 一億日元 吃飯一定要吃最好的 住要做最好的飯店 私人的飛機 然後連坐火車 都要坐最好的火車 頭等艙之類的事情 那只光一個董事長 可能就花掉超過一億 那你知道整個Sharp高階主管 是數十人 甚至100多個高階主管 那你想想看 一年只光浪費在上面 就可能數十億到百億 他說我不要 我不要配車 而且他搬進的是員工宿舍 其實像Sharp有幫他在大阪 找一個頂級的五星飯店 幫他住一個屬於董事長的套房 他說不要 太貴了 我不要 他就直接提著皮箱 住他們舊的員工宿舍 他說因為這樣子 我到辦公室很快 馬上就可以決定了 可是讓大家最覺得 讓人家嚇到的事情是什麼 他一天工作 我們說一天有幾個小時 24小時 那超人可以工作幾個小時 他是超人 24小時裡面 他一天工作17個小時 所以你知道今天 這才第一段 我們今天後面講的 全部都是這樣子的案例 所以各位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你對人生還有什麼好抱怨 一群比我們聰明這麼多的人 比我們還勤奮加倍 我們還有什麼好抱怨 我們這樣子應該 你還有什麼好抱怨 人家這麼聰明 還比我們這麼用功 還比我們這麼酷 你說會不會成功嗎 這個戴政吳先生 我們可能真的要認識一下 他在日本的日經雜誌 是形容他叫做 海盜船長 郭台銘懷中的那一把大刀 OK 這真的是大刀一出對不對 沒有強 他本人沒有強烈的領導氣勢 再來 身段柔軟 言辭溫和有理 但是重點來了 堅定 OK 可不可以加薪 抱歉不行 可不可以加薪 非常抱歉 不行 不行 就是不行 OK 不要再囉嗦了 對不對 No就是No 那問一下 郭台銘會不會很忙 要到印度 要到日本 要在中國 他到底要當幾個人用 當然很忙 因為郭台銘現在 還要生小孩 他現在好像土地說一樣 有求必應 我們知道台灣王永慶 他花五十年的時間 把台塑集團帶上兆元企業 郭台銘只有花二十年的時間 把鴻海集團帶上兆元企業 鴻海他去年的營收 已經超過四兆新台幣 他到目前來講 如果光是靠加工兩個字 工具是不透透 所以不可能都往上大幅成長 所以他除了垂枝整合一條龍以外 他還要水平去整合 所以現在全世界 都是總統 總理夾在找他 他真的往來有白症 彈效有總統 所以現在川普上來 過來 過來 如果您要五百億 那你要多少 他一下子他搞不清楚 我到底要投資多少 但是我去年有講過 我要到印度去投資六十五億 所以我到美國 就不能比印度少 所以就 隨便加個五億好了 就講七十億美金 講出去了 講出去以後記者問他說 有啊沒有 還在演繹 但是這樣的話 中國眼睛也會覺得怪怪的 那他現在跟廣州的 廣州的一個書記 談了幾天 從頭到尾 這個投資案只有談五十天 就決定了多少 兩千八百億的台幣 而且還跟廣州的書記講說 對不起 我要跟廣州人民道歉 我來晚了 但是我把最大的項目 我把最好的技術 我留給廣州 夭壽 那下去跟我說 一定會取得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些 獎勵投資的東西 我現在把這工廠裡面 最新的十年五代的最新技術 我要生產8K的最大尺寸的 我在廣州 而且我希望明年三月一號 我就要動工 18個月 我這個工廠 就要完成進入量產 你看這樣有恐怖嗎 另外印度 印度沒辦法 那已經幾年就開始說了 六十五億 結果下個禮拜二 就是元月十號 印度的總理 他要正式要宣布了 鴻海要來我印度投資 未來五年 還要再繼續投資五十億美金 那我要在印度裡面 要設兩個工廠 至少第一個工廠 要在總理的故鄉 叫做古吉拉 古吉拉特 不好意思 印度比較長 那兩個就更 要在他的故鄉裡面 設一個iPhone的一個工廠 一年要生產多少 一百萬支 那現在鴻海 現在已經買了Nokia的品牌 他進入印度以後 第一個 我就利用我設工廠 我的Nokia品牌一定可以進去 印度你知道他手機 是國家補貼的 他最便宜的一支手機 是多少 是不到十塊美金 就是以前 我們那個只能聽 只能打其他都不行那個 印度人已經可以滿足了 所以他有各個階層 那我現在iPhone 你說他要變成智慧型手機的空間 有多大 太大 對 那你現在大家都可能 印度反而印度去夠好 錯了 我跟各位報告 在去年的年底 印度的GDP 在全球排名第五 打敗英國 英國是統治印度的 他把英國打敗 沒有 這對印度人來講 這已經是歷史情節了 我可以打敗以前 你統治我的人 我的GDP超過你 你現在排名第六 我第五 這不簡單 他十幾億 對 所以說你從這個角度 你就可以看到 郭台銘一方面 他有很多地方政府 很多國家 他需要他 你一定要去設廠 你不投資不行 他背後背的是 125萬員工的家庭的一個 重責大任 另外他也需要分散風聲 所以問一下建興 他的管理風格 之前大家應該非常清楚 有一段事情 就是說他還當著 在媒體面前 當著員工罵說 我不要你這種員工 那個員工應該是犯了 好像抽樣犯了一個 什麼小錯 他就這樣 可是現在你會發現說 郭董因為他現在看得更長 然後看的是三五十年後的 富士康跟鴻海 所以說他的管理風格 真的有所改變 前幾天不是跨年嗎 他跨年的時候在央視 對觀眾在那邊 就出來講話 然後他講話的是 為什麼會去央視 有一種重心都在大陸 然後他在央視的時候 剛開始他也其實會講一下 說我們鴻海的布局 可是最引人矚目的就是說 他開始 他就祭出了一個 在春節的留守獎金 因為他就告訴他們所有的員工說 你只要在1月20號到2月4號 留守下來的話 你最高可以領到1750塊錢的 一個人民幣的獎金 包括加班費那些東西 本來就有 然後再加上這些獎金 包括說全勤 如果你全部都留下來的話 這幾天都留下來 全勤獎金 加出勤獎金 還有加班獎金 三大獎金再加起來 就有這麼多 你就會覺得就是說 其實郭董 其實開始用一些獎勵的一個方法 最主要就是說 他為了就是說 要讓這些員工留守 為的就是說 以免就是說他的全球布局 就不要斷練 最主要就是說你會發現 他還有一個最細微的一個變化 以前我們都知道說 郭董很郎姓 聽說他那時候 如果說在吃飯跟員工聚餐的時候 都吃便當 那個便當吃10分鐘 然後吃完10分鐘之後 他足足要罵人 要罵人 要罵兩個小時 可是他現在開始 這個時間走有開始變化 就變成說開始 吃兩個小時罵10分鐘是嗎 是沒有這麼誇張 但是 但是最起碼 他可以讓員工吃個半個小時 而且大部分 吃完半個小時之後 就讓高階主管 暢所欲言去聽聽看說 你們對於全球的布局 不同領域的一個布局 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有沒有什麼 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我說姿態更低 還有另外一種 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說 他以前講話比較強勢一點 所以常常也會批評時政 可是他現在 其實講話就比較收斂一點 就聽說 他現在都給自己的一個準則 就是說 我說話盡量不要去得罪兩岸跟美國 因為這些地方都是我將來 我將來要布局的地方 我要每一個都構成好 飯多吃點話少講一點 他 真心你幫他生幾個 三個 三個 如果還再生第四個 他就太厲害 這樣這麼忙還可以再生第四個 時間總是要安排得好 謝謝 謝謝 好 你現在去問很多人 他如果 他的事業如果沒賺錢 他就跟你講 我在創業 他如果賺錢 那時候我做點小生意 對不對 做生意就賺錢了 還如果跟你說我做生意那就有賺錢 我在創業 他都給你了解 對不對 不然早就想我在做生意了 創業是在燒錢的意思 是啊 問一下馬雲 算是奇蹟了 對 我們中國有一句話叫做 十年猛一劍 那馬雲從十年再加個五年 十五年的時間 從月薪一百塊人民幣 變成全中國的首富 不過我們從馬雲 在現在全大陸 只要是富豪都講一句話 叫要有狼姓 那狼走遍天下吃肉 狗走遍天下吃食 所以大陸所有的富豪都是狼 那馬雲的狼 其實從小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英文老師 只有月日一百塊 他一直認為他要創業 他一直不會說 去滿足於他的現狀 所以一九九一年的時候 他第一個創業是什麼 他去做翻譯社 送了一個翻譯社 翻譯社其實也沒有什麼 第一個月才收入七百塊 結果月租兩千四百塊 了解 給你的了解 最窮的時候 甚至 甚至他的一個戶頭 剩下兩百塊人民幣 他也是熬過去了 三年以後 他就可以慢慢賺錢賺錢 把他轉出去 現在是中國大陸 尤其是杭州 最賺錢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翻譯社 另外在一九九五年 他到美國去以後 他發現網路時代來了 他就創了房業 中國房業網站 以前我們在打電話 我們以前家裡 你家裡裝中華電信的時候 每年都會送你兩本 非常大本的企業查詢的電話簿 記不記得非常大本 那個就是 他就是把那個改成網頁而已 剛開始也是非常不好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 大家都沒有辦法接受 結果他說每一個人只有領五百塊 因為沒有辦法 領五百塊沒有辦法 他手上也沒有錢 他所有的家當只有六千塊 那怎麼辦 把那個上去的 換譯社的那些家具 辦公家具拿去賣掉 然後再找親戚朋友 湊湊湊湊湊湊十萬塊 現在也是一樣 現在也是大陸 最大的一個廣告房業 第三年 他苦了三年 就給他賺他人生 最大的第一桶金 五百萬人民幣 就兩千五百萬的台幣 他後來又到美國去發現 網路來了 網路來的時候 他就開始成立阿里巴巴 成立阿里巴巴 找了18個人 我想台灣有一個 一個女孩子也是 聽過他的蠱惑以後 就相信馬雲 真的是蠱惑 因為馬雲兩手空空 他就類似邪教一樣 跟你講說你相信我 跟著我走這樣的感覺 結果有18個人 真的笨笨的跟他走 這18個人現在都是守護 都是守護 真的 阿里巴巴剛開始 也是沒有錢 也是集資50萬的人民幣 你要想 1999年創立阿里巴巴 他厲害 當初 當初 東漢光武帝中心的時候 雲台28將 跟他出來打聽一下 還有28個 他才18個 沒有錯 他有一個姓蔡的 剛剛才從美國裡面 check out他的股票 就賺了4.8億美金 才賣一部分的股票而已 所以真的這些人賺翻 而且你要知道 他1999年成立阿里巴巴 2000年發現全球的網路泡沫 所以他辛苦了7年 在2007年的時候 在香港掛牌一泡阿紅 那些所有的成員都賺錢 其實很多人到大陸也會講說 當年馬雲在做的時候 我也跟他做一樣的事情 可是為什麼他成功了 所以這告訴我們說 也有長輩跟我們講 他說英雄跟一般人有什麼不同 他說聰明 智慧 機會 什麼都差不多 坦白講 除了那種特殊格局 英雄就是比普通人 多支持五分鐘 沒有錯 多堅持五分鐘 他就是英雄 所以他每一次的創業裡面 都遇到了財務危機 他每一次都咬著牙 忍過去了 甚至他為了要繼續阿里巴巴 他要繼續持續下去 他把賺錢的 應該賺錢的那個部分把他打掉 所以問一下 他經過七次失敗 很多人根本就是 就走了對不對 或者換了 因為我們講到馬雲的時候 都想說他創業很成功 所以之前網路不是有人在哭手嗎 只要放上馬雲的臉 再加上一句話 那句話就變得名言了 你可以搞到這種程度 可是在這個的背後 其實馬雲曾經失敗過很多次 可是我們發現是在他 歷次的失敗過程裡面 其實他學會了很多 比如說忍耐 比如說要堅持 你看他小時候 其實成績是不好的 我們給大家看看 他小時候其實成績是不好的 他連當初在考大學連考的時候 就是中國的高考 他連考大學連考都失敗兩次 你看 因為馬雲自己也承認自己數學不好 所以他第一次考大學連考數學 考幾分呢 各位觀眾 只有一分而已 第二次去考的時候還是不好 到第三次去考的時候 終於成績進步到79分 所以讓他考上那個 杭州師範大學的英語本科 所以你會發現他連考大學 大學考了三次啊 對 考第三次才考上 那哈佛什麼意思 因為他當初有申請要入學哈佛 結果哈佛一直打槍他 拒絕他 不讓他來入學 那馬雲也很有耐性 就不斷的一直寫 不斷的一直寫 但是還是被人家拒絕 但是沒有關係 馬雲從那個過程裡面 開始培養自己的耐心 你看他當初 我們剛剛說他是念 杭州師範大學的英語科 那你知道馬雲為了要練英文 他怎麼做你知道嗎 觀光客來 跳那個老外 我去騎腳踏車載你 而且是免費載你 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我在你的時候 我要跟你解說這風景的景點 我要跟你交談 強迫自己去練習英文 所以你會發現 馬雲是這樣的一個人 就是他學會了忍耐 而且他學會了耐性 所以你看他當初 即便他畢業之後出來找工作 被履歷投了三十幾次都被拒絕 你看他當初就是因為外表 跟身材矮小 竟然被肯德基拒絕 你知道肯德基拒絕這件事情 因為他那時候去肯德基面試 去interview的時候 去了二十四個人去面試 裡面只有一個人被拒絕 其他二十三個人通通都是pass的 誰被拒絕 就是馬雲被拒絕 而且拒絕的理由就是你上面看到的 外表不好 身材矮小 因為肯德基其實就是 有點服務業的工作 要講體面的 對 要面對客人 所以他們嫌馬雲長得不夠體面 所以把他刷下來 但是這件事情也沒有打擊到馬雲 馬雲反而從這樣覺得說 如果你們因為這樣嫌我的話 那沒關係 我去創業 所以他反而在這邊 找到創業的一條路 所以你會發現馬雲 其實是在這樣的歷次被人家看不起 或是在歷次的挫折裡面 找到自己的方向 我補充一下 郭台銘都曾經被台大EMBA拒絕 因為那時候EMBA剩下一個名額 就郭台銘跟王瑞宇在搶 那當然是選王瑞宇 經過三年以後 洪海不得了了 洪海的業績突破一照 EMBA就請他回來演講 郭台銘說不要 我都說要討你不要討 人家台大EMBAEQ都好 我那時候就知道 你不是來讀EMBA的 你應該是來當我們的導師的 對不對 所以三年前拒絕你是有道理的 那就回去台大EMBA上課 這麼說話 我應該去讀 建勤 馬雲最怕的敵人是誰 是 其實馬雲也不是那麼天下無敵 一號人物 內心其實他還滿怕 這個人叫馬化騰 他比馬雲高一點 帥一點 但是他們兩個的財富 是非常相當的 就是說馬化騰 如果說台灣的觀眾 可能比較不那麼熟悉的話 大家聽過騰訊沒有 沒有聽過騰訊沒關係 QQ聽過沒有 更沒有 你微博微信 總是聽過 好 這個就是我們馬化騰 所創的 在全球大概已經有 7.68億人在用它 所以說它其實它的影響 非常的無眼佛見 包括像時代雜誌都說 在這個冷漠的一個世界 還好有騰訊 讓人與人之間 願意溝通了起來 我們的張宗某 也曾經講過一句話 就說台灣未來要發展 不應該像我們台積電 這種製造業 而是應該像這種製造服務業 所以說其實馬雲跟馬化騰 他們兩個 聽起來你就會知道說 他們兩個從事的業比很像 包括像社群網路 然後包括像遊戲 包括像支付 而是那個網路支付 都非常像 所以兩個人 就常常會被比較說 雙馬的PK在大陸上 就常常有這樣的一個事情 只是說 一般我們在講說 剛剛幾位來賓 包括像青凰有講說 因為他是馬雲是老師 所以口才便吉 就非常多的那個馬語錄 那個馬化騰就比較低調 而且低調到說 他的話就真的不多 你從來沒有聽過 有馬化騰語錄 另外就是說 馬化騰跟馬雲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馬雲大部分 都是原創的事業 馬化騰都是用操 所以說他在大陸有 操王之王 操襲大王 可是你知道嗎 大家就是 我不應該講這樣的字 就是大家都有 網民真的有點賤 消費者有點賤 就是越罵 可是又越愛用他 因為他每次操襲都會 清除於藍 更勝於藍 他的起家其實一開始 他是做跟憲哥比較有關係 就是說他是一開始是用 那個BB Call是在報股票的價格的 是 所以他原來你看 擔任軟體工程師 月薪才1千 是 100塊人民幣 也沒管 然後後來 他就是在那個時候 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後來 後來跟五位創始人 結果就合著50萬 然後推出 結果就創了一個騰訊 就是一路就上來了 是 可是他創了那個股票記 他就發現說 那時候剛好有一個通訊軟體 最原始的通訊軟體叫ICQ 我想年紀大的人大家都 我們沒聽過 你 我聽過ICQ 然後他ICQ 那這個馬化騰就很聰明 他就把ICQ跟他的 跟他的那個制霸卡 也就是所謂的 我剛剛那個報股票的那個 那個BB Call 給結合 變成可以對話 就越來 就沒想到 就造成了一股風潮 所以有人講 未來的就是說的創業 你大概有兩個主軸你要抓住 就是新創事業 你要做什麼你做不贏 現在已經在做那個 就是所有的製造那樣子 第一個 你可以幫人節省時間 沒有錯嘛 現在所有的東西 是不是都是在幫你節省時間 縮短你的時間 不然我們怎麼上網訂東西 對不對 第二個 他人們省下來的 優化的這個時間 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面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 所以大概是這兩個主軸 你看他全部都是這個邏輯 全部都是這個邏輯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可能真的有機會 我們節目也多講一點 未來創業的邏輯會是什麼 讓大家知道說不要再卡住了 對不對 是 所以其實他包括說 剛剛他就創立了QQ 包括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因為他結合了 他那個自罷卡 再加上所謂的 就是他從那個基礎 他沒有就 就是滿足於那個基礎 他後來到微信對不對 一直到上來 所以這個還是真的是不可以 有時候就這樣子 我就賺一千了 歡喜到鬆了 沒有 人家不會鬆喔 繼續往一義挑戰 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兒回來 國瑜大會 年輕人會抱怨說 機會都給老的贊助了 老的不退 新的怎麼上去 對不對 除了抱怨 你還有沒有別的做法 我們提供你參考一下 當然有更積極 坦白說中國大會 當然市場大 創業的機會也多 可是你還是要抓穩機會 然後積極認真努力 我們講一個故事 你現在講的都是年輕的 年輕的 年輕的 然後這對夫妻 男的叫做王岐城 女的好美喔 無業 這對夫妻是 漢頂羽佑公司 兩個人的身價是 根據最新的一個統計出爐 是高達1100多億台幣 而且這位王先生 今年也不過才37歲 夠年輕了 他怎麼辦到了 王岐城他是 浙江大學公管系畢業 他老婆是傳播系畢業 所以在2001年 王先生他還是大二的時候 他就看好這個 光纖網路的一個發展 他就跟他的一個長輩 朋友就跟他說 這個光纖產品應該還不錯 可以拿去賣去試試看 所以他就去銷售光鮮收發器 賺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折合台幣 當時就是四五百萬的一個台幣 也就是一百萬的一個人民幣 大家會問說 錢他沒有資本 他怎麼去從事這樣的一個買賣業務 人家真的很聰明 他就想辦法去賣的時候 他就會跟這個原來的供應商說 我錢不太夠了 你等我賣掉 結到帳 結清帳 有這個收入的時候 我再跟你處理後續的一個款項 沒有想到這個供應商 他居然也點頭答應 所以他因此累積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那事後 當然2002年隔年 因為累積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之後 他就創業了 成立了浙江漢鼎 那這家公司是做什麼呢 他是做建築的智能化意思 就是說他引進了很多 這個人工智慧的一些 相關的一個東西 讓建築更聰明更有效率 他也很鬼才 沒錢 他進行標案 一年標一百多個案子 他就覺得說 其實公司很小 那時候全公司的人不到四個 他為了讓公司看起來好像 規模很大 所以他在每一個標案 都用心在標案上面的包裝 包得美美的 讓評審委員看起來說 這家公司起碼是一百多個 規模的一個公司 所以確實很聰明 那06年的時候老婆加入了 也就成立了這個 漢鼎宇佑的這樣的一個集團 那事實上這整個集團 不停的有一些 這個多元的一個跨著 還有跨著的資訊 影視 資產 房地產等等 相關的一個產業 然後2012年公司就股票 掛牌上市了 股價也是非常的一個好 那13年就進軍了影視的一個產業 包括台灣曾經上演的 這個華麗善班族等等 都是這家公司投資的 對 到現在 他老婆那麼漂亮 是因為他是電視台的主播 對 因為他老婆其實是學新聞 所以他們對這個傳播業 一直非常有興趣 到現在他已經跨著了19個領域 有133家的公司 員工人士是突破15000人 其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 王岐城跟這個大陸的媒體朋友說 大家不要看我現在很成功 事實上我最常吃的是三種藥 一種是脂肪肝 另外一種是安眠藥 第三種是什麼 我忘記了因為太痛苦 以至於我不想回憶我到底吃了什麼藥 所以可見的 其實創業的歷程 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想沒有那麼容易的 對不對 人家已經比我們聰明 也要比我們努力 成功是應該的 我們來看一下傑銘 無人機這個人叫做王陶 36歲 是 其實讓人家印象最深刻 是在2005年2月份 秀給大家看 這個人應該大家都知道 他叫張紫怡 你看他眼著面 為什麼 因為他的愛人叫汪峰 趁著他生日的時候 跟他求婚有沒有 就用一個所謂的無人機 無人的直升飛機 放了一個九顆拉的 什麼東西 九顆拉的鴿子彈 做求婚的這個禮物 這個畫面出現在媒體上面 讓人家為之一驚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是汪峰 這個非常的得意的 拿出九顆拉的這個鴿子彈 那麼事實上 2015年還發生一件事情 有一個無人機 直接摔到了白宮的這個庭院 嚇壞了這個白宮的違案人物 事實上各位你不會覺得很奇怪 2015年發生一件事 這個無人機 也曾經撞我們101大樓 這些行銷技術 讓他的這個年輕人叫做汪峰 他只有30初歲而已 他的身家已經高達1124億台幣 對不起 在我說的時候 他的錢還在增加當中 他當初創業的時候目標是 希望可以養活10個人的團隊 是的 他一個月可以賣出 20套的這個飛空系統 是的 當時的目標不是很大 可是你要想想看 他原本是念這個華東 不是 表示當時的目標多麼實在 對 實在 多麼不實 因為這錢都是人家借他的 從100多塊那樣抽到抽 抽到200萬人民幣 那時候學校還給他1.8萬的人港幣 那麼事實上第一次是失敗了 所以他的 因為他失敗 所以他的目標只要做20套 後來在珠海一戰成名 你知道他不得了 他一年之內可以寫上5萬條的城市 就為了改善他的穩定性跟造設 所以即便在波動的過程當中 依舊可以精準的照到目標物 然後現在不得了 現在已經從 已經是年銷售數十萬架 而且市佔率佔全球70% 員工高達5000人 你知道每個大型聚會 都有空拍機 就全部都是 原因是什麼你知道 原因就是小時候 我想他爸應該還滿有錢 送他一個直升飛機 遙控 然後他覺得遙控直升飛機 為什麼叫他停不能停 理論上直升飛機應該可以停 要他這個上下波動不能 他想說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做一個可以加上 停就給我停的 結果他就那時候 本來是念師範學院 退學到香港去念書 然後2005年的時候 他就發表了這個無人機的技術 學校也覺得很棒 就投資他1.8億港幣 所以原來父親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剛剛有三個原則 第一個是時間 第二是美好生活 第三是父親 不過爸爸也要能夠有一個開放 通常一般的爸爸 小孩這樣吵的時候 一般爸爸講說 你等等還沒出那種機型 出了我就買給你 憲華還有一個 這個人叫做滴滴 講到這個人其實為什麼很重要 33歲 其實對我們 他爸爸是誰 他爸爸是誰我也不知道 那重點是 這些都不是靠爸的 重點是他所創辦的滴滴打車 他其實就是中國版的Uber 那他在中國其實比Uber更大 那他的滴滴打車 現在在中國非常有影響力 而這一個人陳維 這個人陳維 他現在在胡潤的IT富豪榜裡面 排28名 他的身價高達大概相當於 609億台幣 而且他才33歲而已 末期少年窮 你知道嗎 你看當年也都窮過的 賣保險 足療店打工 對 我們來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足療店不就是那個什麼 腳底按摩 腳底按摩 就他當初大學念書的時候 其實他就換過很多打工 他至少做了七八個打工 包括他其實也賣保險 然後在我們剛剛講 腳底按摩那種工作過 那他其實是畢業之後 他就進了阿里巴巴工作 你看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這跟誰有關係 跟馬雲就有關係 他2005年的時候 進阿里巴巴工作 那他其實蠻拚的 他負責的是在阿里巴巴的 B2B的部門 那在B2B的部門裡面 他很厲害 他其實花沒有多久時間 他那一年就成為 業務銷售的區域經理 他業績最好的就是他 那後來他 你看到在2011年 他在阿里巴巴 大概六年左右的時間 他2011年的時候 已經是支付寶 B2C部門的事業部的副總 所以表示說這個人 其實本身在工作上 就很努力也很拚 那主要是說 有很多跟他熟的人 說他這個人的個性 其實也很好 那個看到他的時候 就是都笑笑的 那脾氣不錯 那他看到了一個商機 他在2012年的時候看到的商機 就是所謂的透過網路 透過APP來叫車的服務 那所以他在2012年的時候 就創立了滴滴打車 那他創立了滴滴打車的時候 他跟著他的夥伴一起創業 那他們在2014年的時候 其實遇到他們生命中 很重要的貴人 這個貴人是誰呢 就是我們剛剛介紹的 那個騰訊的馬化騰 騰訊的馬化騰 看到這個年輕人 在做這個滴滴打車 然後他們公司評估說 這應該是有前景的事業 所以馬化騰就約了成為出來吃飯 結果你不要小看 這一頓飯很貴 這一頓飯價值多少 價值五千萬美金 馬化騰跟他吃完飯 然後決定要投這家公司 就決定投他五千萬美金 讓他有很足夠很充分的 一桶金開始燒 那你知道在2014年 他在競爭的時候 當然他有個強敵是誰 遇到後來進來的Uber 那進來Uber 他剛剛跟Uber之間做的競爭 是用所謂的補貼的方式 等於是用折扣補貼的方式 然後跟Uber做競爭的競爭 就是那次的競爭 就是比誰的口袋深 對 比誰的口袋深 所以這個時候後面資金 後面金主的支撐就很重要 所以他生命中的兩個最重要的貴人 一個是我們剛剛講馬化騰 另外一個是誰 就是柳青 柳青的爸爸是誰 就是Lenovo 柳傳志 那是柳青的爸爸 是中國Lenovo的總裁 對 所以就是說這兩個貴人 給他的協助都很重要 因為柳青是因為看到了這個成為 看到了這個滴滴打車的商機 所以柳青本來是高盛亞洲區的 董事總經理 他是辭掉了這一份工作 去加入他的滴滴打車裡面 所以這兩個人 對他有什麼樣的幫助 第一個幫助是在資金上的幫助 有他們的協助 你想想看這些人能見度都高 要幫你融資也容易 所以資金上取得容易 第二個是他要幫你談 跟其他的併購案的時候 相對也容易 所以你看 在滴滴打車跟另外一家公司 要合併的時候 這個案子就是柳青下去協助的 所以很多合作案 柳青就取了一個很重要的 關鍵的角色 那更關鍵的是在去年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種網約車 類似像Uber這樣的服務 其實是會引起爭議的 為什麼 你會有原來的計程車司機 跟你抗議 抗議你怎麼可以跟我們搶生意 台灣都有爭議的 中國怎麼可能沒有 中國當然也有 那在這種抗議的氛圍之下 如果在這個時候 他的牌被取消了 說禁止你做這種網約車的服務的話 滴滴打車等於一切歸零什麼都沒有 這個時候有一個人 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馬化騰 馬化騰自己去跟中國的這個總理 李克強提出來 就說要跟他報告這個行業的東西 所以中國在去年 我們就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讓所謂的網約車合法化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這些成為生命中的貴人 都是在最關鍵的時刻 發揮最關性的影響跟角色 我告訴你這就是中國的進步跟台灣 真的是越拉越遠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了 未來創業就是節省時間 跟把時間浪費在美好的事務上面 所以這種網約車絕對是趨勢 我自己也喜歡坐計程車 我都是還習慣電話交計程車 可是我都必須承認 網約車絕對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這個趨勢應該講是不可擋的 但台灣擋住了 台灣沒有走更多的 更創新的一個路 讓這個事情可以往前繼續走 我覺得這很可惜 我們休息一下待會來 好 介心再介紹一個 這個是36歲 張邦馨 我們剛剛幾位來賓講的 都跟科技有關係 我告訴各位觀眾 你做家教 做個家教 做個安親班 可以開到在美國上市 你就知道說這個人有多奇蹟 而且會告訴大家說 處處有機會 這個是1980年出生的 叫張邦馨 然後他的公司叫做好未來 真的有很好的一個未來 好 他其實呢 其實他是四川大學畢業之後 然後後來到北大去念 念研究所跟博士班 可是他因為家裡窮 是農民出生的 所以說他就跟一般的家庭一樣 一般的一個學生 窮學生一樣 開始去兼家教 他在延二的時候 同時兼了七份家教 可是他真的教得非常的好 而且他有去用心去知道說 怎麼樣教才會好 曾經就有一個學生 本來成績都補補 給他教他 三次都課100分 都考100分 考了100分之後 結果家長就吃好到學部 然後就開始 開始就學生越招收 所以他就開家教班 對 開家教班 就越開越多 然後從小學 小學升中學 開到中學升高中 就越開越多 而且曾經有過的一個紀錄 就是在於說 在北京來講的話 北京的前級所重點的高中 幾乎有一半 都是他教出來的一個學生 所以說他就非常的 在這方面非常的一個成功 那他從這樣子的一個規模 變成一個跨 就是說可以在上市的關鍵 會是什麼 是的 最主要就是說 他非常懂得 就是說教學生的幾個媒體 最重要的就是師資 聽說你知道進去他們這個好未來 也就是以前叫學而思 要當老師不簡單 當老師首先第一個 愛想得他跟學生一樣 要開始寫考卷 寫完了之後 10分鐘之後立刻試教 然後就看你的手勢 然後看你的儀態 看你的口條 聽說他訓練口條 還要老師含著花生 然後講講看說 你保花生 到底還能不能講得口條 非常的好 所以這個是訓練師資 對不對 是 規模擴大的關鍵回事 於是 我可以做些事 你也許訓練師 在這裡 暗報